我是毛老儿,我在逛街,我在盛州美食街,就在我身后,我准备啊,进去搞点美食,试一下,现在是6点20分,差不多是吃完饭的时候,据说啊,这个盛州特产小笼包,小笼包的饭人, 好像是这样的,所以啊,准备来这里搞点美食,试一下,走,这里写着庙软,那是软子吗,好像是这样的,这一整条啊,就是美食街,我看看路口在那里,应该是在前方,这里有个广告为赵珠, 好像停车是要收费的,我的车就学他们一样,停在路边,这样就不会收费了,还是不错的,就是,你去不熟的地方,如果你不会停车的话,那你就看一下,本地拍照的老天人, 怎么停车,你学他们,就可以了,因为啊,他们是专业的,好了,往前走,盛州美食街,不对,这里是,出口,我们走错方向, 这里啊,好像是个停车场,看到没有,这个东西弄在这里,说明这个地方是收费的,我们啊,还是,不要停在收费的地方,还是学下本地老哥,停在路边, 这样啊,就能省钱了,走,往里走逛一下,车两个老铁也是专业的,它停在10吨吨的外围,不错, 现在我要进这个,美食街,小笼包的发源地,去搞点,美食吃一吃,最好是,本地特色的美食,重庆小面,好像,不是特别有名, 围炉串串,这就好像也,也串串一点有意思,往前面走看一下, 食欲,什么,什么精,那个字我不认识,不认识的地方我就不随意进去了, 这个怎么关门的,今天啊,是星期六,感觉吃夜宵的也不是很多,有没有什么说法呢, 这里有些凉皮嘴的,意大利炒面, 黄门鸡米饭, 圣州美食街,这个店的名字叫美食街,可惜它是关门的, 混沌,不是本地美食吧,混沌, 羊骨头,也不是,我们往前走, 这里的美食啊,感觉很一般,东方巨龙,这个名字不错,给它点个赞, 五门花甲,这个喷起来很厉害,我给你们拍了, 厉害了,非常厉害, 前面好像就要走到头了, 涌一地,青蛙,和龙虾, 有些烧烤,感觉也不是很,很特色,感觉在哪里都能吃得到, 十三香龙虾,川香龙,川香饭馆,川味菜, 盛州美食街,但都是,没有营业,营业的是,灰派,烤风狗, 前面好像出口了,出口了,算了, 不随便搞点东西吃下了,这里看看有没有,都关门嘞, 这个绍兴臭豆腐,算了,我搞点臭豆腐洗了,走, 我点了一份臭豆腐,十二块钱,是最小份的, 因为呀,我其实不是很饿, 我是想来吃,本地特色,可惜没找到, 但是,来都来了,不搞点东西吃吃,好像差那么点意思, 所以我就搞了个小份的,十二块钱的臭豆腐, 这个,就是我点的臭豆腐,市场价,十二块钱,一二三四六七八八块,十二块八块, 一块也就一块五八,味道不错,可以, 这个美食街啊,不错,给它点个赞,厉害了, 谢谢大家